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餘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我和元醫生是你們今集的節目主持人 元醫生你好 Carmen你好 大家好 醫生今天有兩封來信 不如我們先解答第一封 聽眾叫李玲 他就想請教醫生 他說我是自然療法與你聽眾 他長期被鼻敏感和濕疹困擾 很多年都不能夠根治 他就想請問一下醫生診所的地址 和大藥的診金 另外還有一件事想請教醫生 他爸爸由十幾歲開始 身上長出很多脂肪瘤 一粒粒凸起 試過找西醫去切割 切割了之後 但又再生 就想請問醫生有什麼辦法 可以解決 有些人經常會問我們 我們在診所中看病 從什麼病為主 以及哪一類的病 其實我們看病什麼都有 從脫髮到腳趾插腳 都醫不好抗生素 什麼開完都又來過 其實任何部分 什麼現況 從未出生的不孕婦人 到老人家臨終的癌症病 我們其實什麼都看 但是比較多就是濕疹和鼻敏感 因為這兩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年代 因為皮膚的二位性皮炎 或者叫濕疹 其實都是一種敏感的症狀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病人 香港很多人 都有這種病 當然 這類的病 為什麼我們會比較多人來看 因為這種病 可以這麼說 在現時對抗性的西醫 其實可以這麼說 是沒有什麼有效 安全的方法 很多人只會塗藥膏 通常濾固醇 表面是很快 能夠控制皮膚的癢養 但是很快很快 就是越來越塗 皮膚就越來越破壞 因為濾固醇 是會破壞皮膚本身的本質 我叫做Nitrogen Balance 那個有問題 會令到我們的蛋白質是破壞的 結果皮膚越來越乾乾乾 還有薄的 結果是很難醫的 在我們的經驗來說 通常如果病人 是因為用過這些濾固醇 一段長很多年 醫療是比較困難很多 不是說不能治療 本身的濕疹是容易的 但是病人的皮膚的破壞 反而需要長一點的時間 我們大致上都是用同類療法 用食物方面 有沒有看到什麼敏感的食物 要戒鼻 我也有外敷的草藥工具 或者營養的油 或者Barrage Oil 這些方面 這是我們一向用的方法 病民的診療程 很明顯 因為這些病人 很多人醫了很多年 很多年都醫不好 所以很正常 人們會想一下 會不會很貴 其實我們的診所和診療程 而且都會附於病人的情況 以及有沒有需要的時間 簡單來說 我們差不多半個小時 每 Wrif 有多少錢 600元 進暖身 或者生病人物uford 各時的inst 초 另外我们都会预约一个小时 因为要详细地了解病征本身的情况 以及病人的体质、过去的病历 其实在我们的治疗医疗处理方面 我们要很全面了解整个病历 所以需要多些时间 但复伸就简单很多 通常复伸可能15分钟到半个小时 都够了 除非有些病人是我们外地来的病人 我们每次都会预约更多 地址是我们在铜锣湾 铜锣湾的鎖店街 54-58号 铜锣湾的鎖店街 另外就是这个富盛商业大厦二楼 如果听众想知道更详细的资料 可以去到我们的网址 www.naturallhaling.com.hk 在网址上会看到更多 关于陆创意和证所的资料 还有一个更详细地图 有时地图更方便可以找到 或者打电话 跟我们的公司同事 他们会教你如何来 我们交通很方便 香港在铜锣湾 是差不多市中心最旺的地方 电车、隧道、巴士、地铁 其实都会到的 搭地铁是F出口 F出口 是吗? 是很近的 是很近的 是很方便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来自己約个时间 好了 他爸爸的问题 就是脂肪楼 脂肪楼我们过去都遇过很多 大部份人的经验都是 去割掉它出去 但是割了之后 就是会关闭的 同时 本来脂肪楼 如果你不是去摸它 你不是很会割的 当然了 有些是会很大 我见过有些 我有个朋友 身上有10粒 是凸起的 你不摸它 即是没有那么割 但试过都看到它已经摸起 就是比较大一点 一般来说 你真的要拿手去裂它的皮肤 你才会感觉到有粒 即是有一块硬块 一般来说是不感觉的 但你走去开刀之后 肯定有粒 所以绝对是不值得去处理它 在我们的医疗里面 我们都有一些草药 其中一个草药是一种 berry phytol lacquer 一种berry 很多的草药 如果吃这些草药 脂肪就会慢慢地 越来越溶化 所以有一种做法 就是用这个 phytol lacquer 这个berry 当然要长期用 很长的时间用 这样才有机会处理得好的 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看整体的情况 我亦都很难说 有些什么 除了我曾经所说 phytol lacquer 这个berry 是比较针对性的脂肪流 是 我们可能都会用整体性的 就是找同学疗法的整体工具 那样 如果那个成效不是太显著 或者那个问题不是太过破相 我觉得不要特别去搞它 因为脂肪流是有一个作用的 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有很多毒素 不断地产生 我们的身体的脂肪是可以用 可以储藏 毒素 毒素的地方 但如果越生越多呢 那它就起码保护着它 就是它先包住它 对它不会到处流失 可能有时候有些有效的减肥的方法 都会某个程度上 都会帮你减少脂肪的部分 所以总之是 一把刀是不值得去用的 原因就是那把刀是治疗病的结果 没有治疗病因 就是为什么你有呢 那把刀是没有帮你解决的 很多时候 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我们有一个阴带 我很久以前做了 三十二十年了 就是如何选择适当的医疗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你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其实你寻求是一个什么目的呢 当然很多人表面上 就是将病征去消除 但是病征不是代表病因的 很多时候你只是对付病征 用刀的方法 随意来说是无效的 还有很多其他不良的副作用 是 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解答第二封来信 这位听众叫Phoebe 她就想问一问袁医生 同类疗法性 提及到治疗病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毒素内聚 营养不良 但是她另一方面 又听到中医经常说 我们是气血不通 邪病内侵 就想请问袁医生 两者是否相通的呢 可不可以这方面解释一下呢 另外呢 Phoebe就表示 想学一门 让人全面健康的学问 包括心理病 那她就常常都猶疑 学不学同类疗法 还是学中医好了 那袁医生 你都有四科专业指甲 分别是自然疗法医生 同类疗法 还有脊骨神经科 也是表列中医 那你可不可以为这位听众 给他一些详细的分析呢 其实呢 病因 中医的病因学术 其实是比较详细很多的 我刚才所说的 所谓的自然疗法 认为病的成因主要是两个 毒素内聚和营养不良 包括很多时候 我们所谓的急性病 伤风感冒 在自然疗法认为 其实这些病的出现 都是我身体一种排毒的机制 一种反应一种适应 包括癌症在内 有本书的癌症不舍疾病 我跟大家介绍过 是 但是中医来说 是比较更详细的 某个程度上 大家分析的方法有些不同 但是病因应该是一样的 比如中医来说 中医有所谓外因 外来的原因 内因是内在因素 和不内不外 也不是外面 也不是内在因素 外因是环境 当然 我们所谓是绿淫 绿气绿淫 我们的气质 有外面的环境 正常的就是 有风暑 濕燥 寒 寒 火 正常的情况下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过分 或者转变太快 就成为绿淫 有时候有些人会疯狂 或者吹疹 或者鼠烈 或者烤疹 或者烤疹 这就是外来的导致 令身体没有办法适应 出现一种 出现一种反应 病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反应 内在原因 中医其他也有说 心理的问题 很强调七情 七情就是 怒起 憂思 悲恐 惊 这就是我们的情绪 所以某程度上 中医是很久以前 都已经包括到 我们心理情绪导致的病 都很强调 是七情 怒起 憂思 悲恐 惊 然后当然 是不正常的饮食方法 例如是 奴卷 工作 过奴 不足够休息 谈饮 这些都是因为身体内部 产生的问题 而导致人体的健康 影响人体的健康 不外不内因 当然 有时我们会有意外 被车撞到 跌到 刀伤 或者炮伤 或者被虫咬到 这些都是 不外不内因素 所以中医的看法 可以说是更加详细 根据我们身体的表达方法 例如我们如何表达 我们如何看法 就是用八肝辨症 就是阴阳表里行业 虚实来看我们的 足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和气血液乱出现的问题 于是出现了五臟六腑失调 其实五臟六腑失调 可以这么说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病因 只不过因为我们所说的 外面的天气六吟的干扰 以及我们自己饮食习惯 修饰不够 导致五臟六腑失调 所以中医来说 用八肝辨症五臟六腑的程序 是慢慢分析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从而是针对性来处理的 在某个程度上 中医的很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 是它的分析方面 分析自然界的现象 和我们身体的现象 是很仔细的 很仔细的 当然和尿化也是一个很仔细的分析 和中医在某程度上是很相似的 但当然大家分析的手法是不同的 但最终都是处理身体的健康问题 有些人都会选择性 我自己也是 由读一科 读完脊骨神经科 发现好像很局限 好像更差 然后我就四年 在美国读完大学 在IBM做了几年 后就回去读脊骨神经科 在脊骨神经科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自然医疗 原来有一个科叫自然医疗 于是乎我读完之后 我就继续读自然医疗 亦都在多伦多加拿大读 四年的时间 但在自然医疗的过程中 我发现 原来有同类疗法 这一位1982年是第一次 听到一位美国来的教授 介绍同类疗法 当时我是1982年 刚刚在脊骨神经科 毕业的时候 我听了之后 我说 如果同类疗法 真的好像这位教授所说 这个就是我要学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读自然疗法 我一直在另外的途径 是进修同类疗法的 所以我也是专业在同类疗法 当然 在美国 在加拿大 美国也好 读自然疗法里面 其实我们所学的科目 是很广泛的 包括中医 针灸 脊椎的推拿 水疗 草草本疗法 食疗 断食疗法 洗腸 体质水疗 其实我们学的 可以说是很杂不吝 什么自然的工具 都尽量教给我们 手朗 所以你说 怎样去说 怎样去做 但是实际 大家要考虑的问题 始终你学医 你都需要一个牌照 你记住 譬如你在香港 你学同类疗法 你可以学的 但是没有牌照 当然香港也不需要牌照 你自己说自己是 那就可以了 没有人会干扰你 也没有什么法犯了 但是始终你要作为一个 所谓的银食工具 就是一个正确事业 需要一个牌照 香港来说 能够拿到牌照的专业 只是西医 中医 和尺骨神经科 尺骨神经科 香港也是有执照 就是政府承认的执照 所以其实你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你说 我是学来自己自用的 就是兴趣班 那样 其实你学什么都没所谓 市面的书籍很多 那 那之后我都会开班 就是进一步 是在不同程度上 是教同学疗法 因为始终同学疗法 是一个 就是在我四科医疗里面 如果要我逼我 只选一科 那我就会选同学疗法 因为始终是一个 我可以叫做很elegant 很精巧简洁的医疗方法 以及治疗的范围是最广泛的 这个就是印度国库坚地 曾经说过 自然疗法 是他所认识所有医疗里面 那个疗效是最广泛 以及最有效的方法 那但是终于 但如果需要一个牌子的时候 你基本上 香港你都是在自然医疗的领域 都是先读中医的 那香港你有三家学校 所有学校都开始 以前认为中医不科学 那现在就在政治环境一改之后 每家学校都有中医的课程 不是啊 到今时今日看报纸 所以西医都会直指 就是中医某些说话是不科学的 哦 早几天才都还有的 哦 是吗 是啊 那这个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一般人常说这一件事是不科学的意思 其实是他说的什么呢 他说你所说的现象 是没有一种叫做双重盲障的实现 去企图证实他 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东西都没有经过这些 所谓双重盲障的科学实现 就是你没有做过 所以他只能够说我们未曾有科学去证实他 但不是代表那件事是假的 这是很重要的 一般人不了解那个实情 就以为这个没有科学根据的 那他的结论就说 所以是假的 其实不是的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 到底我们未曾做过 那如果你真是他做完之后 可能是正确实他的 所以当一般人听到 那些人这样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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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那些都没有科学根据的 其实只不过我们是不知道 还未曾有人做过 这种实现的方法去看一下 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其实也不是代表是假的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比如好像同学疗法来说 同学疗法的科研方面其实很多 包括临床的实验,科研方面的研究不一定要双重盲脏 有时候临床的经验是很足够的 例如在1918年,1919年,世界性流感 有一个研究是24,000多个病人在不同医院 记住当时在美国有同学疗化医院 他们比较26,000个病人在同学疗化医院 以及24,000个病人在西医院医院 在西医院医院当时的临港,即我所害怕的禽流感 死亡率是26.4% 反而在同学疗化医院医院医院的病人 死亡率是1.04% 这不可以说不是科学根据 这是很大型的科学根据,剩下几万人 很多时候人们说这不够严谨 不是一个黄金的标准,不是一个高级標準 黄金的标准一定要双重万丈 但问题是,很多种医疗 包括自然医疗所用的工具 是不能够用这些方法去证实 因为用双重万丈的西医方法 通常需要将我们所用的工具 是不能够单一去用的 我们叫做一种还原式的思考方法 即是你不可以同样做几样东西 如果同样做几样东西 结果得出来的结果是说不出哪一样东西 但在自然医疗工具里面 是不会用一样东西 比如中医,中医用一个方剂 其实不是一样东西 但西医一定要将研究对象简结为 一个很单元化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做双重万丈 即是要做一个假的医疗 证实用的真实的医疗 大家比较 比如洗腸,你怎可以做假洗腸 是不可能做的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做这些实验 如果你不能做这些实验之后 你只能够看临床的结果 临床上很多人做了洗腸之后 是不孕的问题解决了 而很多身体上的健康问题 是应该解决了 我有一份资料 有136的科学文献里面 做出了洗腸在临床上的功效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真的不了解科学 很多人用性 口头上说要科学证实 其实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科学 对不对 他有一个很合宅的工具 来基督衡量一些东西 还有还有一个 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种很怪诞的思路 当我们见到一件事 我们解释不到的时候 我就当这件事是不存在的 不假的 他不能经常说我无知 我们科学的资料 是不足够去理解 例如同学疗法 同学疗法 是用一些天然的物质 是经过不断稀释的 稀释到可以这样说 是没有了本身的物质 其中同学疗法 我们有一种食炎 海炎做出来 是一种炎型的人 其实很多资料 是关于炎型的人的特征 那又是怎样来的 就是用普通的食炎 是将它不断来到充能 稀释 撞击 即是说 稀释到一粒分子都没有 但仍然可以治病 但是在延迟的西医 遗物论的西医里面 他就解释不到 他怎样可能的 一种东西完全没有 所以在现在英国有一个趋势 跟大家说过 在欧盟已经有很多自然工具 已经被人打压了 英国有一种趋势 就想叫英国政府 就不可以再资助同学疗法 即是在政府的保险方面 其实现在他们有大概是 好像五千磅左右 不是很多的 根本资助是很皮毛很皮毛 有五间医院 即是已经剩下的同学疗法医院里面 亦都在门诊部有这种同学疗法的服务 英国的国家保险里面都包括了 最近在英国有些人想 将这个这么简单的医疗选择 都不让英国人享受 就想叫他说 同学疗法是一种安慰药来的 是一种心理药来的 根本应该属于心理药 就不可以说同学疗法药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一样 在同学疗法实践的经验 是这么多资料 这么多丰富 有数以几百本的书 现在新的书有很多的 资料库是很丰富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医疗科学 是被人骗了的 我们被人利用了 经常说用科学科学这件事 其实这个不是科学 远代的医疗不是科学医疗 远代的医疗是一种科技的医疗 一定要分清 技术和科技医疗 是两回事的 因为我经常都以为 现时的科学是经过很多 双重万丈的证实 肯定告诉你 癌症是从来没有科学证实过的 从来没有做过的 但是普通市民 连那个实验是怎样做都不了解 因为 没错了 因为大部分人的教育 我们所谓的教育里面 其实真的不是教育 如何去思考 教育人是万顺权威的 比大传媒来到洗脑 我们现在是迷信科学 是的 我们是迷信科学 其实我们也不了解科学 真正的科学 就不是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当人们和他说 这个武方的根据 其实不是代表那件事是假的 只不过是没有人浪费过 要用五千 五千亿 去做一个实验 去证实这件事 是否效果的 自然疗化工具 肯定不会有人花这样的钱 因为没有专利 所有整个医疗的制度 都是推药一些有专利的化学药 因为化学药 是可以有专利 可以赚钱 但是有化学的物质 不是天然的物质 肯定是有不良的副作用 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好 好了 我们来到这里 先来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再谈过 哎呀 你轮转天气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啊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是的 袁医生啊 刚才说到英国政府想连少少少拨款给同女疗法的 都想剪掉 但刚才拨款的正确银码应该是五千万英皇 五千万英皇 五千万英皇 五千万很少 对 但按照我所知 英国皇室都有看同女疗法的医生 对 但她反而想禁止她的自然疗 对 其实英女皇生查李斯王子的时候 是出现难产的 当时就想着不行了 要开刀了 幸好英国皇室一直有同女疗法御医 当时她的御医叫Sir John Weir 这位同女疗法御医就说 等等等等 等我试试我们的方法 被英国英女皇一劑康罗佛林二白一劑 没多久英国查李斯王子就顺利出现 所以查李斯王子一直都很推药同女疗法 在她外面去旅游的时候 她都永远带一盒同女疗法的疗剂 这盒我们叫Travel Kit 我们健康店很多病人都会买 因为一包三十多枝很方便 你去到哪里都可以用 其实英国皇室出游的时候 她不是有同女疗法医生跟着她的 但她就带着一个Kid 所以在英国查李斯王子也有讲及她 当她有伤风的时候 英国的天气比较寒冷 和湿湿寒寒 风寒 所以中于所谓寒湿的天气 出现那个症状 很多时候会流鼻水 又流鼻水 又冷水鼻水 这个症状是洋葱的症状 所以查李斯王子 她会认识自己 拿着一包疗剂里面 其中包括一个叫洋葱 Alium sepa 大家知道 剥洋葱的时候有什么症状 眼水鼻水都流出 所以同类双子 用洋葱可以一般性的伤风 不是感磨是伤风 但有时我都会想 为什么他们黄湿 都觉得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 一个医疗系统 为什么都不大力去推广 或者还要去剥削她 这个很明显是当地的药厂 西医界推动的 这是全世界的现象 都是打压其他的医疗 企图垄断医疗市场 香港医疗问题 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 香港医疗问题 都是一种由西医垄断的医疗市场 但西医医疗的能力 除了在创伤性 断骨流血不止有实际的功效之外 在大部份的病 包括急性病 慢性病 例如流感 医死人 在同学疗法 不会医疗流感医死的 他们就说 流感很厉害 其实你医不到 不懂医死了 就说那病很厉害 如果你医得到很简单 那什么流感 只是很简单的病 但是我想普遍 香港市民都会觉得 去公立医院 看西医很便宜 例如看急症 都是一百几十元 他会觉得付出 可能现在看一看 中医收拾了也要几百元 就算看同类疗法 也很贵 我自己最近有个经历 我才知道 其实不是我们想得这么便宜 我有个朋友的弟弟 突然在家里暈倒了 叫救护车 来到家去到医院做手术 通波仔 医生就问我朋友 其实也不是我朋友 我朋友的同事 我问他 你做完手术了 需要不需要再进一步 做一个心脏的检查呢 我朋友就没有想过会很贵 所以他说 那也好啊 怎料西医就跟他说 如果是这样 你们要先交下七万元 那我朋友的同事 就打个特务 蛤? 做个检查原来都要七万元 那位医生就说 如果不是你 就是经过救护车进来 其实心脏手术都要收费 其实我经过这件事 我在想 其实背后的银码都不低 只不过我们纳税人 可能缴负担了很多 你知道纳税人负担多少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97%是纳税人负担的 所以你去到那个 现在看住院那样 那一百元呢 其实呢 那个数目是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但是很久 所以你看到 所以为什么医疗会破产呢 如果是很便宜的方法 那么便宜的免费方法 那便不用破产了 很多人都不了解 真真正正的西医的医疗 是令到所有国家都在破产中 哇 但是做个检查都七万元 那这个是真正的价钱 很简单 大家去约会医 就知道真正价钱是什么 好厉害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 现在的整个医疗垄断之下 不单只用一种很荣贵的医疗 刚刚要纳税人帮你逼纳税人 帮他付钱之外 也都剥夺了人的选择 所以危险的地方 就是不是说他贵 就算他贴钱给你 你都应该去用一些对你是无效 以及有副作用的工具 那这个整个医疗的问题 所以我常常推荐 我们香港人需要一个 有一个基本的医疗选择权益 希望在基本法的层面做的 有基本法如果进入了一个 我们香港人有一个 医疗选择自由的基本权益 其实很多的医疗问题 是很容易应孕而解的 因为工具很多 非常合乎经济效益工具很多 和尿法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最合乎经济效益工具 不是一般人以为很贵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自己付钱 去用西医的方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会让每个国家 都为了医疗费用 不断的膨胀而投行呢 在美国来说 是导致私人破产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医疗费用 今时今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很多我认识的美国人 他不能够退休 不是说他没有钱去生活 继续交医疗保险费 一个家庭来说 差不多一个成员 大概500元美金一个月 如果你有三个人的话 1200-1500元 即是一万多元 只是交医疗费用 所以现在香港政府 见你开始交医疗费用 你千万都没有走这条路 初初可能会便宜 一、二千元 很快就一万二万 这个现象有眼看的 美国已经是变成这个现象 到时你想退休 你是没有能力退休的了 那谁帮你付呢 公司帮你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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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人工帮你扣的 这些钱是药物出在人身上的 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个开放的医疗 是能够找到一些最有医疗效果 即及经济效益的医疗 是可以有机会出现得到 是今时今日呢 我们完全是被打压的 那么很多人呢 打压 不要说用了钱了 你的命都没有了 你无谓的病一生 是完全是没有这些需要的 嗯 是啊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 其实我们交了很多的税项 我们的人工里面都扣起了不少 是给了西医业界的 里面的开支 刚刚做过检查都七万元 普通打工仔做多久 即是存多久才有七万元 即是很恐怖 是的 袁医生 我们上次关于说起眼疾 我们是不是有十部曲 还没说完 是的 我们还没说完 但是很多人都会想知道 这些方法用了多久 是吧 在欧洲差不多用了五十年 很多不同的医生 包括曾经拿诺贝尔奖级的医生 科学家是绝研究了很久 处理眼疾的问题 最近在美国已经开始过去十年 十年十五年 已经很多人用了 那它的成功率多少呢 基本上大概有七十到八十个百分比 成功率 那也很高 非常之高 那当然视乎你那个病的 那个早语池 是不是 当日早语治疗会员的效果越好 那有些人几个礼拜 已经看到效果 那一般来说 都需要三个月到一元的时间 就是要用自然的方法 就是我们叫固本培圆条理的方法 就不是一种指标的方法 一般来说 都要比较上是多一点时间 是吧 是的 那袁医生 现在香港人 就是越来越年轻化 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 那我见很多人 医生给他们的建议 那个解决方法 都是做开刀手术 那些晶体 那我想问一问 其实做这个手术 那个传预率有多高呢 还有是不是多不多副作用呢 其实基本上 那个白内障的开刀手术 其实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来的 嗯 但是呢 但也有很多 就是求违症的 大概有3%的人 做了手术之后 就会有问题的 嗯 那譬如经常发炎的 我也都见过一些 情维老人家 开刀之后 稍后经常发炎 或者肿 或者那个视网膜退落 或者出现了个青光硬的 那你就知道了 你这种手术呢 会破坏那个 那个眼的 那些眼液的液体的流通 那有时呢 会变成窗窗光眼 但是也很多时候呢 就是你知道呢 那个晶片呢 那么直了进去之后 有时候你不小心 你带你出的眼会脱 也会脱脱的 会脱脱的 蛤?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就是所有的手术呢 都有它那个副作用的 那会认得是啦 就是手术呢 不是代表预防的 我最近有个家里有个亲戚 他专门是做手术的 就是做那个心脏起泊器的 是 那他们就认为呢 你做了心脏起泊器呢 那你就不会有心脏病化了 那就是一种预防的方法 那就是有时候呢 我说你真正的预防方法呢 是用食物的方法 用生活的方法 令你不会有这种病 不是呢 就做一些手术呢 加个心脏起泊器呢 这个我觉得不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觉得 这个是预防的方法 但是其实做一做这个手术 也有相当的风险 就是所有的手术都会有的 是啦 那为什么要做一些有风险的手术去预防呢 没错啦 很多人做心脏手术 是即时在手术上 即时死亡的 所有手术都有这种问题的 是 好了 那我刚才跟他说 那成功率很高的 一般的医生的临床经验 70-80% 那在早年呢 在美国呢 也有一个在 有一个研究 就用了600个人的 的调查 那他用两个工具 就有一种叫做黄体素的噴霧劑 嗯 还有呢 用一种微电流的 就是所谓的电针 针够的电针 是只是用两种工具 那他就是访问一些人 用到这种工具 就成功了多少呢 他说 百分之六十二 就觉得那个 智力是很显著 是恢复了 有37% 就说没有什么特别改变 就是有没有好有没有差 有少过1% 就说很可能还差了一些 嗯 那就是在治疗过程里面 其实未必一定治疗导致他差 只不过过程 就是他的过程里面 是慢慢地差的 好了 那我们这样的成绩 是什么情况之后做呢 是完全是人们自己做的 是 你记住 他不是说有医生 监管之下 全面帮他做 他只用两种简单工具 就用一种黄体 glutin 噴霧劑 和用那个微电流的刺激 是两种工具之下 他就用到了 那这个是一种 早年呢 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到今时今日呢 我们的治疗眼疾的工具 对视力的问题工具呢 其实呢 是越来越 就是越来越 越来越深化 和越来越多 那所以 好了 那就是十步曲了 我还未开始说 十步曲 是吧 好了 十步曲里面呢 第一件 这个当然呢 可以这么说 是那个 那个 营养的问题 是不是 那么营养那里呢 我和大家分享 早年 是两个的胡萝卜 红萝卜里面的 抗氧胡萝卜素 就是 lutin to zeofending lutin to zeofending 这两个是 胡萝卜素来的 是已经证实了 是可以帮助我们 眼里面 克服那些 所谓游离基的破坏 那么很多 这些的 早期的工具 其实都是这样的 那么 那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会用那个 用噴霧呢 我曾经说是噴霧的 是 不是用那个 用口服的那个 软状呢 那原来呢 我们身体那个 利底的吸收 营养素 是差不多 接近95% 嗯 而我们的消化液 的吸收呢 视乎我们那个 那个年纪 就是 年轻的人 吸收得好些 到年纪大 可能吸收到20% 那么多 所以很多这些工具 就是西腋用注射 是吧 但是在自然腰 我们都不觉得 是不需要注射的 用利底来复食 噴霧呢 效果一样那么快 好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很多时候我们那个 血液循环呢 就是 尾尸管的血液循环呢 是 眼部脑部呢 我们都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用什么呢 就用银行呢 银行叶 不是银行果 是中医用银行果 那种食物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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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 南梅 野生 南梅 是 是 那些营养素 就是 Taurin Taurin 就是牛黄酸来的 或者叫安基月硫黄 Tau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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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安基酸 通常在我们鸡蛋 和鱼里面都会有的 那么 原来呢 这种的Taurin 是一种 在帮助 抗氧化剂呢 也都将我们的营养 是带立我们的眼的细胞 最重要呢 是将我们 身体的毒素 就是细胞的 杂质 垃圾 可以带离开我们的身体 所以 我也都说 毒素内聚 和营养不良毒素内聚 那么 我身体的毒素 也都需要一些工具 是将它 去带走的 那么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那么 我也都需要好的抑菌 就是 吸收的能力 很靠我们的身体 的腸壮 那个环境 那么 所以服食 护乳酸菌抑菌也很重要 是 那接着呢 就是什么呢 营养素 我身体 除了 维他命之外 抗氧化剂 叶酸 还有 有七十几种的 微元素 包括 营养素 鸿鱼油 或者 鱼建草油 或者阿麻子油 是多方面的 我都需要 阿麻加6 阿麻加3 或者 实际上 大家也看到很多广告 EPA GLA DHA 这些都是不同的鱼油里面 是有出来的 那么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 那种油呢 是 大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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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麻人 大麻油 原来最近被发现 是一个很全面的油 那么 其实 那个大麻油 大麻油 是一个很有用的植物 那么 很可惜 就现在被很多 无良的法例的植物 全部都打压了它 那么 其实这个是 在早年 曾经有 美国有车厂 是用大麻纤维 是做过车身的车壳的 那个坚固程度 你拿大的锤 大的巨型锤 是打不凹的 比那些钢筋 或者 还经过很多 但是当然 这个是影响 那个钢铁厂的利润 所以 其实大麻 不止影响 钢铁厂 所以 也都知道 大麻油 那个 这个大麻 真的是 马里湾那种大麻 大麻油 在德国 在加拿大 有很多人 是用来 医癌症的 那么 有时候 怎么办 有些人没办法 如果有癌症 如果有这方面 有这方面的知识的人 可以自己去 我常说去阿姆斯特丹 我没见 阿姆斯特丹 带着电饭煲 去到之后 自己买了一些大麻 自己去提炼 其实不需要很多人 每天吃几滴就可以了 在网上大家可以看到 但香港好像未有得买 我没见过 香港可能禁止了 可能不会被你有了 是吧 曾经有间 body shop 有几图买一些 和大麻有关的东西 都被政府干扰它 所以其实是很糟糕的 因为很多天然工具 是非常之有效的 其实西药都是由草药开始 是的 很多的药厂 去那些月大月临里面 问那些无医学习 那些无医发药 有什么草药有什么好处 它就拿回去提炼 其中希望由草药里面 制造一些西药的成分 但是现在大麻 还是有放进西药成分里面 是吧 照我所知 在美国 如果大麻是用来 医治的情绪低落 也有人 医生是可以开方的 我也知道 我认识的人 是有医生开方 用很大量的大麻 其实是很好的医疗工具 起码比其他化学药来说 那个效果可能更好 还有副作用可能会相应 可能比较少一点 好了 那抗氧化剂里面 Extraxanfin 就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 它抗氧化剂的能力 是维他命E的500倍的 OK 好了 那除了这个工具之外 我有时候 我要用MSM MSM是最近的近年 是一个新的新兽来的 是医治很多很多的病 包括它是滲透力很强的 一种含有硫磺的 有机硫磺成分的一种物质 加上是那个胶性银 也可以帮助我们 处理眼部的问题 因为MSM 可以软化我们眼的纤维组织 很多时候我们的老化 就是眼化 什么都眼化 会造成这些问题 所以好了 一部曲 要注意多方面的营养 包括我刚才所说的 这是一种大路的营养 好了 第二部曲 第二部曲 第二部曲是水 水 水 很简单的东西 很简单的东西 水呢 其实我们生产细织织织 是什么 大部分呢 我们人的身体大部分是水分 水 对吧 可以捱一个月两个月 可以捱一个月两个月 有些人可以 不用吃东西都有的 所以水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通常的水呢 包括天然的水 不是包括茶 咖啡 茶 果汁 和汽水 当然不可以 这些是相反后果的 会令到身体更流失的水分 有一种去水的作用 所以我说的是水 一般来说 一天八杯 简单来说 一天八杯 做法怎么做呢 一早起床 喝两杯四杯 热水 暖水 未吃之前 喝两杯到四杯水 这个会把你的大肠 冲回水分 有些人 就是常常便秘的人 不妨试一下这个方法 一早起床 就喝两杯到四杯的水 平日日间 可以这样说 每一个钟头 就喝一杯 喝到七点钟 不要晚上喝 晚上喝 每天晚上都喝了 那他说的是 差不多12杯水 这样加下去 这个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 尽量就是 这个不包括咖啡和茶 和其他任何的其他饮品 当然酒精是很不好的 我和大家分享过 如果喝酒的人 他的肆虐的出现率 差不多是3.5倍的 所以比较不喝酒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 我病人里面 都是的 很多时候是年轻 喝酒都很厉害 到了年纪不是很大 已经开始肆虐退化都很厉害 所以这个是 这个饮食的方面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好了 第三第四 第三第四 第三第四部曲 就是说我们的食物那方面 现在食物最大的致命的食物 就是我们吃太多的 淀粉质和糖分的食物 和牛乳类的食物 如果要处理这个问题 尤其今时今日的小朋友 吃很多的粟米 早餐粟米 全部都是高糖的淀粉质 因为淀粉质在我们身体 会化为糖分 糖分高 就会吹出我们的胰岛素 很多我们身体的生疼代謝问题 都是因为胰岛素过高 早期因为胰岛素过高 糖分过高 就是会出现 我们叫做Glicate Protein 就是有负有糖的蛋白质 这种破坏力是更加之大的 所以简单来说 尽量不要吃多些 尽量剪掉淀粉质的食物 尤其是面包 糕饼 谷类的食物 Cereal 饼干 薯仔 薯片 粟米 所有精练的食物 大部分都是糖分 会非常之高的 比如有些人猜不到 比如说你吃一吃 一罐头的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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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有八茶匙糖的成分 所以糖分是很重要的 那吃什么最好呢? 吃什么方面 尽量多吃水果 蔬菜 果仁 种子 和糖分 这方面 我们在食物方面 是需要加强的 什么不好吃 就像我所说 淀粉质 糖分的食物 精练的食物 是酒精尽量不好吃 什么要吃呢? 就是吃多些水果 蔬菜 果仁 种子 和豆腐的食物 那这个就是第三 第四部曲 好了 那么第五部曲是什么呢? 当然是养分 和运动 我曾经也说 我们身体需要养分 是制造我们身体的ATP ATP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就是产生能量的工具 我们身体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的运动 会推动我们身体的 带动身体的淋巴 的畅顺 尤其是跳弹床 这个运动 在淋巴方面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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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所以养分的大量的运动 经常性的运动 是很重要的 当然养分 离不起我们的呼吸 就是我们一般人的呼吸 一般人的呼吸 一般人可以说 大部分人不懂呼吸 大部分人呼吸 他会很大力地吸 整个胸就吸 吸 接着 这就叫做呼吸 呼吸 什么情况之下 呼吸 当你的身体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身体是紧急状态 好像被人追杀 你会过命呼吸 所以这种呼吸 是一种错误的呼吸方法 我们也认为养分 是不能进入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呼吸 就是一种深呼吸 用一个腹部的方法去呼吸 就是用一个腹部 很简单 你躺平之后 把手放在肚子的位置 试试把肚子谷起来 吸起来 随随地吸进去 再慢慢放出来 这种是我们要习惯的呼吸方法 有机会你看一些健康的宝宝 健康的宝宝 今时今日 很多时候都不能够说 出生就健康了 很多人打三打到身体都坏了 健康的宝宝 你会看到 他是用肚呼吸的 不是用肋骨的胸来呼吸 这种正确的呼吸 将我们的养分 可以带入肺部下层的细胞 运动方面 或者再补充一点 我们说是大氧运动 大氧运动 简单是 在重复的动作之下 令到你的心跳也要增加 那差多少呢 简单来说 180个beat 即1分钟180 减少你的年龄 譬如你是60岁的 这样 你要运动 将你的心跳率 推到大概120左右 这样 那当然 年龄越大 那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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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比较少了 那好吧 刚刚刚的医生 就为我们分享了护理这五部曲 不过我们还预下还有五部曲 但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我们暂时到此为止 下一集就继续了 如果各位听众有什么意见 要发表的话 欢迎去到我们原网台的讨论区留言 那好吧 大家再见 h-e-a-l-i-n-g-dot-com-dot-h-k